在2016年创作罗贤寺的进程的时候 其实当时处在一个非常低落的一个状态底下 不管在生活在工作都遇到了相当大的一个困难 2016年的版本里面它是非常灰暗而且沉重 六年之后其实人的改变是非常大的 所以当我在重看这个作品的时候才发现 说自己其实没办法再跳一模一样的东西 因为心态上的改变 然后还有一些思想上的一些改变 所以发觉其实没办法重复一模一样的东西了 这次把它带回来的时候呢 我重编了两个大的段落 我们重新做了超过一半的音乐 服装也是全新构式的 那还有我自己的表演也很不一样 舞者也不一样 既然jąР 所以在HELIX 是ласти faults 配合合二不同届 kinzeniu сотруд隔调ik和紫调ik 我们合表演bour劾一样把它iko Beno 我们正確中 zajффح的同步 我们验 carnva along比例 但是当我们会痊自在我们自己身体 当我们相黠绝了拥有少 months的学生 那자나是安品的 Nikki 它开始感到像一样 piece 您能像更多的同部分 所以我的输ösen你觉得 和空气 但它是真的要聆听到什么在现在的情况下 所有事情都一直在改变 在某一段时间,它将来到最终的结果 而无法再长长 所以在这一部分,我更加关注的概念 对不停的情感 当我进入设计,当我做一部分 感觉我每次都会有不同 因为它一直被影响过的因素外 创作对我来讲它是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不断思考对话去实践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作品里面呢 它其实有分成几个段落 有一些段落是我跟创作的关系 我跟内心的挣扎的对话 有一些是我跟我的梦想 我的一些比较单纯的一个心态的一个对话 虽然我不晓得这个作品会长什么样子 最终它是怎么样的 可是我可以肯定一点就是 这次的作品它是比较明亮的 比较高昂的精神 这次的作品中的一个讯息 我希望可以描述是 的想要进入一个地方的知识 入一世界新的新的 然后就非常感兴趣关系 我最期待的是这些团柄 其实我开始发现自己在团柄 然后看到什么新的发现 我一直以后这个程序的组织 螺旋这一个构造 它本身是非常的稳定跟坚固的 所以它才会在自然界里面这么长的出现 所以我用这个名字有一点是鼓励自己 就是找到一种可以坚持跟稳定 支持我然后继续往前走的一个象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